随着冬日的寒风渐起,中国跳水队的东迅也随之拉开帷幕,这不仅是对运动员体能与技术的全面考验,更是他们系统恢复,蓄力冲刺下一赛季的关键时刻。 对于全红蝉、陈玉希等一众跳水界的璀璨明星而言,东迅的号角意味着他们将从繁忙的公众活动中抽身,重新聚焦于跳水台,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。 自巴黎奥运会以来,全红蝉的名字几乎与荣耀和赞誉紧密相连,这位年轻的跳水天才以其惊人的表现,不仅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喝彩,更成为了中国跳水队的一张闪亮名片。 然而,荣耀背后,全红蝉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在奥运会后的数月里,他频繁参与各类活动,从颁奖典礼到公益活动,再到媒体见面会。 这些活动虽然提升了他的知名度,但也让他在训练上有所放松,身体状态出现了波动。 央视近期对中国跳水队的东迅进行了深入报道,镜头下的全红蝉正努力适应回归训练的节奏。 在训练场上,他的主教练陈若林直言不讳地指出,全红蝉的大腿已经出现了褶子及肌肉松弛的迹象,体重也有所增加,这直接影响了他的跳跃能力和动作完成度。 面对这样的身体状况,全红蝉自己也感到力不从心,直言感觉跳不起来了。 那么,全红蝉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到巅峰状态呢? 陈若林在接受采访时,给出了明确的答案,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。 他强调,东迅这个周期至关重要,需要全红蝉自觉加大训练强度,弥补过去两个月的放松所带来的影响。 陈若林的话语中透露出对弟子严格要求的同时,也透露出对全红蝉未来发展的深切关怀。 另外,值得注意的是,陈若林在采访中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执教策略调整,他决定改变对全红蝉的执教方式和理念。 这一决定背后,有着深刻的考量。 陈若林解释说,随着全红蝉年龄的增长,他不再适合之前那种严厉的执教风格。 特别是考虑到全红蝉即将进入青春期,可能会面临情绪上的波动和叛逆期。 因此,现在的执教方式需要更加柔和,以鼓励和支持为主,帮助他平稳度过这一特殊阶段。 陈若林提到的叛逆期,是全红蝉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变化,包括体重的增加、身高的增长以及生理上的成熟,这些都会对他的跳水成绩产生影响。 特别是当成绩出现波动时,全红蝉可能会感到沮丧和焦虑,甚至产生自我怀疑。 此前,他就曾因连续输给陈玉希而在赛场上痛哭,这足以说明情绪管理对于运动员的重要性。 幸运的是,全红蝉身边有陈若林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教练。 作为奥运会五金王,陈若林在跳水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,他深知运动员在不同阶段的心理变化和应对策略。 因此,他决定调整执教风格,以更加温和的方式引导全红蝉,帮助他建立自信,克服成长中的困难。 陈若林的这一决定,无疑得到了中国跳水队掌门人周继红的支持和认可。 作为中国跳水界的领军人物,周继红一直强调运动员的全面发展,包括技术、体能和心理三个方面。 他深知,对于像全红蝉这样的年轻运动员来说,良好的心理状态是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。 在陈若林发生之后,全红蝉也必然意识到了自己当前面临的处境,他需要做的,是调整心态,做好心理准备,与恩师陈若林一起,共同迎接新的挑战。 在这个过程中,全红蝉不仅要恢复体能和技术水平,更要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,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冷静和专注。 只有这样,他才能在未来的比赛中继续创造辉煌,成为中国跳水队的骄傲。 东迅的号角已经吹响,全红蝉和陈玉希等中国跳水队的健儿们正全力以赴,为即将到来的赛季做好充分准备。 我们期待着他们在未来的比赛中,展现出更加出色的表现,为中国跳水队续写新的辉煌篇章。 樊振东回应全红蝉,叉烧肉一定补上。 樊振东和全红蝉,皆是国家级的优秀运动员。 此前在大湾区音乐节,二人受邀参加活动。 当时,樊振东向全红蝉承诺,只要他好好唱歌,就请他吃叉烧肉。 然而,一个月过去了,全红蝉还是没吃上樊振东承诺的叉烧肉。 近日,全红蝉在接受央视采访时,再次提到樊振东,一脸委屈地抱怨怎么还不请他吃,现在都吃不着了呢? 这已经是全红蝉在参加活动期间,第二次提及樊振东没请吃叉烧肉这事儿了。 大家也都纳闷,樊振东怎么还不对线承诺呢? 全红蝉都要被蝉哭了。 不过,樊振东回应了全红蝉的喊话,他表示现在太忙了,暂时没有去港澳的行程安排,等什么时候有安排去澳门了? 一定给全红蝉带叉烧肉,哪怕空运也得补上,这一句话,让全红蝉开心得不得了。 樊振东也挺无奈的,现在全国网友都知道,他还没兑现承诺请蝉保吃叉烧肉这事儿了。 蝉妹啊,你下次可别再在公众场合喊话东哥了,东哥答应你,不娃娃有了,叉烧肉也一定会找机会补上的。 全红蝉想提前下班溜走,不巧被坐在门口的陈若琳抓了回去。 在体育的精彩世界里,运动员们的成长故事就像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,有欢笑,有泪水,有挑战,也有感动。 跳水小将全红蝉的故事更是如此,他如一颗璀璨的星星,在跳水领域闪耀着独特的光芒,而最近他在训练时的一个小插曲,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。 这个小插曲可不光是个好玩的事,它还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成长中的酸甜苦辣,教练的重要作用,以及大众对这些体育明星的喜爱。 全红蝉出生于广东湛江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,家境并不富裕,然而,就是在这样看似平凡的起点上,他展现出了非凡的跳水天赋。 2014年7月,年仅7岁的全红蝉开始接受跳水训练。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,训练的艰苦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,但全红蝉凭借着对跳水的热爱和骨子里的坚韧坚持了下来。 在训练过程中,他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训练,从最基本的动作规范到复杂的技术组合,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反复练习。 全红蝉付出了比同龄人更多的努力,他不怕吃苦,不怕累,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梦想前进。 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,为他后来的成功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经过几年的刻苦训练,全红蝉开始在各种比赛中展露头角。 2020年10月,在全国跳水冠军赛中,他以437.75分的总成绩获得女子单人时米牌冠军。 同年10月,在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单人时米跳台决赛中,全红蝉以5跳3跳满分,总成绩466.2分打破世界纪录,夺得金牌。 他的出色表现震惊了世界,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年轻的跳水天才。 那天午后,阳光照在训练馆里,训练的气氛紧张又热烈。 全红蝉已经练了好长时间了,高强度的训练让他感觉特别累。 这时候,他心里突然有了个想法,偷偷提前结束训练,出去放松一下。 于是,他轻手轻脚地往训练馆出口走去,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,就像在执行一个秘密任务似的。 全红蝉是个很优秀的跳水运动员,他身体灵活,协调性好,所以他对自己这次溜浩还挺有信心呢。 可他不知道,他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过教练陈若琳的眼睛。 陈若琳可是跳水界的大明星,现在又是全红蝉的教练。 他坐在训练馆出口附近,经验丰富,眼睛可见了。 当全红蝉走到出口的时候,陈若琳一下就看到他了。 陈若琳微微抬起头,眼神里有一丝调侃,问他,你这是要去哪儿啊? 这一问,可把全红蝉吓了一跳,他本来调皮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,尴尬得满脸通红,站在那儿不知所措。 在陈若琳沉稳又有穿透力的目光下,全红蝉就像个被抓住的小娃娃一样。 全红蝉被发现后,想给自己找个借口,可在陈若琳那坚定的眼神下,他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了。 陈若琳心里很清楚,全红蝉这个年纪的运动员,训练压力大,有点小情绪,小想法很正常,关键是要好好引导他。 陈若琳对全红蝉说,跟我回去,训练还没结束呢? 这句话就像一盆冷水,把全红蝉心里想跑出去玩的小火苗给浇灭了。 对全红蝉来说,这时候的训练两个字就像两座大山一样,压得他难受,他又累又迷茫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轻松一点。 但是陈若琳没有就这么算了,他看着全红蝉,语气温柔又关心地说,你再好好想想,你到底想要什么呢? 这句话就像一道光,照进了全红蝉黑暗的心里。 陈若琳知道,训练对这些年轻运动员来说,不只是为了提高跳水技术,赢得比赛,更重要的是能让他们变得更坚强,更有责任感。 全红蝉听了这话,慢慢抬起头,眼镜里有好多复杂的情绪,有不想训练的抵触,有对未来的疑惑,可是当他和陈若琳温暖的目光对上的时候,他好像突然明白了教练的苦心,他开始明白,训练是他实现梦想的必经之路啊。 每一次跳水,不管是起跳还是入水,都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积累能量的。 这么一想,全红蝉咬咬牙,转身往训练场走去,全红蝉回到训练场上,心情很复杂,他为自己刚才冲动的想法感到羞愧,也很感激陈若琳教练及时拦住了他。 要是真跑出去了,那可就错得太离谱了。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,全红蝉因为心思还没完全收回来,动作有点乱,起跳的时候,力量和角度都没掌握好,入水的时候也没有平时那么漂亮。 不过,全红蝉可没有放弃,他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被打败,每一次失误,都让他更有斗志,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。 慢慢地,全红蝉找回了状态,他的眼神变得专注又坚定,好像把之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甩开了。 在这个过程中,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坚持的力量,这时候的训练对他来说,不再是一种折磨,而是一个挑战自我和自己对话的好机会。 他明白了,成长就是在一次次挫折和反思中实现的,而责任就是要对自己的梦想和努力负责。 全红蝉在训练场上的这个小插曲,在网络上可火了,网友们在社交平台上聊得热火朝天,各种有趣的评论像雪花一样飞来。 有的网友开玩笑说,陈教练真是火眼晶晶啊,全红蝉这么机灵都没跑掉。 还有人说,这就像一场好玩的猫鼠游戏,全红蝉这个小机灵鬼就像小老鼠,陈若林教练就像聪明的大猫。 从这些评论就能看出来,大家都特别喜欢全红蝉,这个话题越来越热,在网上传得越来越广,好多网友发挥自己的创意,编了好多搞笑的段子。 这些段子都是以全红蝉和陈若林为素材,把这个事情说得特别夸张,幽默,让人看了笑得肚子疼。 还有不少网友把这个场景画成了漫画。 漫画里的全红蝉又可爱又俏皮,陈若林则是沉稳又睿智,两个人的互动画得特别生动有趣。 这些漫画在网上到处都是,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个好玩的训练故事。 这种网络上的热闹,说明大家都很关注体育明星呢。 全红蝉作为跳水界的新星,大家都对她寄予厚望,都很期待她能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网友们这些幽默的评论和创作,其实就是对全红蝉的一种特殊的爱。 这些互动让全红蝉能感受到大家的温暖,也为她的成长营造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氛围。 在这个事情里,陈若林的作用可太大了,她不只是全红蝉的教练,更是全红蝉成长路上的领路人。 陈若林就像一座灯塔,用她的经验、智慧和对跳水的热爱照亮全红蝉前行的路。 她知道全红蝉这些年轻运动员,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,所以她总是在全红蝉迷茫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,及时出现,用她那温柔又坚定的方式,帮助全红蝉解决问题。 陈若林自己是跳水界的传奇,她知道运动员成长需要什么,她不光教全红蝉跳水技术,还特别注重培养全红蝉的毅力和责任感。 她希望全红蝉在以后的日子里,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,都能坚持自己的梦想。 勇往直前,在夕阳的余晖,洒在训练馆的时候,陈若林看着全红蝉认真训练的样子,心里特别欣慰。 她知道这次的小波折,对全红蝉来说是个好事,能让全红蝉变得更成熟。 陈若林对全红蝉的期望可高了,她希望全红蝉不仅能在比赛中拿好成绩,还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。 品质优秀的运动员,为咱们国家的跳水事业争光。 全红蝉这次训练场上的小意外,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故事,但是意义可不小。 它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在成长过程中的真实想法和困难,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教练和运动员之间深厚的感情,还让我们知道了大众对体育明星的喜爱和支持。 在体育比赛这个大舞台上,每个运动员都在努力成长,他们要面对很多压力和挑战,但是,就是这些困难让他们变得更坚强,更有追求卓越的精神。 像陈若琳这样的好教练,就像幕后的英雄一样,默默地帮助运动员成长。 咱们大家的关注和支持,也给运动员们很大的动力。 这个小插曲就像一面镜子,让我们看到了体育背后那些温暖,坚持和有梦想的东西。 体育可不只是比赛和拿奖,它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,是对生活的热爱,是对梦想的追求。 我们都希望全红禅能带着这次的收获,在跳水这个领域继续发光发热,为国家和人民赢得更多的荣誉。 同时,也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些体育故事里得到力量,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稳,更远。 在全红禅的名字轰动世界之前,全静华不过是无数普通打工者中的一个,但命运的转折,让他的人生轨迹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 随着妹妹在东京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,全静华也渐渐走红,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网红。 在全红禅尚未成名之时,养家的责任都压在全静华身上。 他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,每月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里,自己只留很少的生活费。 全红禅在采访中提到这些时,话语里满是对哥哥的感激。 而东京奥运会期间,全静华甚至已辞职相逼,只为能看妹妹的比赛。 这种深厚的兄妹情,实在令人感动。 全红禅成名后,全静华借着这股热度回到家乡,开启了直播生涯。 一开始,他卖自家的产品,可没多久,他发现家乡父老在水果销售上存在难题。 于是,全静华开始帮其他人带货。 这一行为赢得了众多网友的点赞和支持。 然而,人红了麻烦也多了,全静华遭到了网友的质疑。 有人指责他是在蹭全红禅的热度,对此,全静华坦然面对。 全静华称,的确是因为妹妹,网友才认识自己,但他一直铭记。 不能对妹妹的训练备战有丝毫干扰。 所以,他很少在直播中提到妹妹,更不敢随意发布和妹妹有关的视频。 对于网友的质疑,全静华表示理解。 而他更看重的是,自己能帮别人把农产品卖出去。 这种实实在在的成就感,让他开心又满足。 同时,他也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和责任感,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。 最近,全静华又有好消息传来,他宣布成立了自己的公司,全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,并担任法人和老板。 这个新身份,意味着全静华将在农业领域,展开更深入的探索和实践。 他期望通过公司的运营,帮助更多人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,更好地展现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农产品特色,为振兴三农事业贡献力量。 全静华的故事,是一个奋斗与成长的故事。 他用行动阐释了责任与担当。 在全红蝉的光环下,他没有迷失,而是选择了属于自己的路。 用实际行动回报家乡,回报社会。 我们期待全静华在未来能越走越远,创造更优异的成绩。